鼠蛇人求财时要注意什么? 在如今这个时代,人们对财富的渴望愈发强烈。 然而,在追逐财富的过程中,我们也不能忽视一些求财的忌讳。 接下来就为大家介绍一下鼠蛇人的求财一记,祝大家求财顺利,财路亨通。 生肖蛇,鼠蛇人在人际交往中善于观察细节,能够快速洞悉他人的真实意图。 凭借自身聪明才智,总是能够找到一些独特的财富路径。 在求财的过程中,最继盲目合作,容易与合作对象产生矛盾,无法全新经营事业。 生肖蛇,鼠蛇人适合稳定持久的工作,在不断的锻炼下,技术更加熟练,做起事来得心应手,财富也越来越多。 而那些需要创造力或者变化比较多的工作,并不是鼠蛇人的强项,要注意避免。 鼠蛇人才能出众,不会缺少赚钱的机会,只需要保持当前的财务状况即可。 鼠蛇人要注意,别让钱财失去掌控,即使是亲人也不能掉以轻心。 另外,面对不熟悉的行业或者无法掌权的事情时,不可轻易投资,要多听长辈意见。 鼠蛇人在财富积累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,相对来说失财风险较低。 适合稳中求进的求财策略,谨慎管理个人财务,坚持积累和稳健投资,将会在时间的积累下,获得令人满意的财富收益。 计计会财务纠纷,动用资金钱,务必确保有书面协议作为依据。 鼠蛇人具有竞争心强,不甘落后的个性,若能尽早规划自己的发展道路,制定明确计划,便能获取不少财富。 罪计投机取巧,盲目行事,勿被眼前小利诱惑,着眼于未来的发展,才能在人生道路上取得真正的成功。 鼠蛇人具有完美主义倾向,行事严谨,善于总结经验。 但不擅长与人进行合作,容易与他人产生矛盾,缺乏人脉,不适合创业。 可以深入研究领域,提升专业能力,运用自身专业技能,获取财富。 鼠蛇人个性较为自信,不愿居于他人之下,在工作过程中可能会感到束缚。 所以,鼠蛇人不适合给人打工,更适合自己创业,可以选择自己感兴趣,也有优势的行业进行创业,能够获得不少回报。 鼠蛇人最忌讳缺乏计划性,漫无目的去求财。 在追求财富时,要避免走极端,并且应制定合理的财务计划,如此便可借助贵人指引,开拓新的财富机会,让财路逐渐变得顺畅起来。 鼠蛇人在追求财富时,最忌讳好大喜功,盲目扩张。 如果只顾着扩大经营规模,而不管自身财务状况,可能会过上负债累累的日子。 不妨借鉴别人的成功经验,理性评估自身资源和市场环境,探索新的商机。 鼠蛇人对金钱有敏锐的嗅觉,并且十分精明,往往能够快速发现新的赚钱机会。 但要避免贪心和急于求成的心态,这样容易带来危机或潜在风险。 适合从事生意和销售行业,这些领域有着稳定的赚钱机会。 鼠蛇人重情重义,对朋友非常好,但有时容易过于信任别人,导致钱财不知不觉间流逝到他人手中。 因此,在与他人交往时,应保持警惕并慎重选择信任的对象。 好在自身人缘好,贵人多,不愁没钱赚。 鼠蛇人谦和真诚,可以利用自己良好的信誉和人际关系,寻找合适的合作伙伴,实现财富增长的目标。 不过,鼠蛇人不宜轻率从事或投资自己不了解,不熟悉的业务,不仅会给自己增加负担,还会给合伙人带来风险。 其实生肖运势的高低是所有人都无法去操控的,唯有修行自身的智慧是趋吉避凶的唯一法则。 在这里也分享一篇文章,希望各位有缘的朋友能静下心来,好好的读一读,也许能给你一些简单的领悟或心灵的沉淀。 相信这对你未来的运势会有很大的帮助。 诗经,大雅,文王,无念而祖,欲修绝德。 永延佩命,自求多福。 感念祖先的福泽,修养自身的德行,长久地顺应天命,从而获得真正的福报。 一切福报,一部分由老天赋予,一部分由自己修行而来。 所谓天意居办,人谋居办便是这个道理。 人之所以要顺应天命,就是为了把握某些机会尽全力去改变当下的命运。 谈到改变命运,这是鸣刻在每个人脑海中的观念。 农村人希望去到城市,城市人希望去到省会城市,省会城市的人希望去到北上广深。 不同层次的人,都有不同的目标和追求。 就拿年轻人来说,他们读书多年,就是为了找到一份好工作,获取一份不错的薪水,有资格去到心心念念的城市生根落户。 当然,要想改变自身的命运,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 当所有人都挤着过独木桥的时候,能顺利过桥的人就会减少,而被推下桥的人会逐渐增多。 要知道,人这辈子最大的改变,往往从把握好这些机缘开始。 一、严准、手快、把握潮流时机。 农业社会和信息社会,由于科技生产力的改变,其实存在巨大的不同点。 前者,机会不多,而后者,基本每时每刻都有一定的机会。 在小农社会,普通人需要寒窗苦读,只为了登科极地,金榜提名。 在信息社会,读书是必要的,而能不能赚钱,这就要看自己的本事了。 读完书之后,为什么有些人奋斗几年就财富自由了? 而有些人奋斗二、三十年,还是老样子,连存款都不多呢。 关键在于,是否把握了潮流和时机。 圈中有个同行,在八年前,就在网络上创业,做电商的生意了。 仅仅这八年,他赚了不少钱,身价早已过千万了。 用他的话来说,把握时机就等于顺着浪潮前行,只要这过程你熬下去了,顺利到暗了,基本就能苦尽甘来了。 潮流和时机,那是普通人改命的关键,不可忽视。 二、身怀福运,偶遇贵人,亦飞冲天。 有句话说得特别好,遇到贵人,少奋斗二三十年。 而没有遇到贵人,也许一辈子都很难出头。 没有遇到周文王姬昌,也许江子衙只是一个垂钓的渔夫。 没有遇到汉高祖刘邦,也许韩信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卒。 没有遇到刘备,也许诸葛亮只是一个山野小民。 这当中的相遇,不仅是某一方给了另一方机会, 而是双方都互相付出,同心协力,最后成就了一番事业。 从磁场的角度来说,贵人之间的相遇, 他们的磁场会相互交融,形成一个更强大的磁场, 聚集到更多的财运和福运,足以开拓一定的事业。 用吕蒙正的话来说,马有千里之城,无其不能自往, 人有冲天之志,飞运不能自通。 再怎么厉害的千里马,还是需要遇到伯乐? 否则,终究只能老死于马槽当中,白费一生。 三,悄悄积累实力,默默静歹天使。 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,二十岁的时候沉溺于声色拳马当中, 啥事都不管。 突然有一天,就有大臣委婉地劝谏他, 让他觉得不能再如此颓废下去了。 在后续三年当中,楚庄王一改以往的姿态, 悄悄地改变自己,不断积累实力。 在他看来,只要加以十日, 自己绝对能带领楚国超过齐国。 三年后,楚庄王不明则已, 一名惊人开启了新的人生征途。 多年后,他抓住时机击败了诸国, 让齐进等国畏惧,从而成为了春秋五霸之一。 普通人也好,精英也罢, 都必须要在隐忍待发这个过程中有所经历。 试想,如果人不懂得隐忍, 那他又怎么可能积累实力呢? 一旦别人知道你积累实力, 别人就只会来干扰你。 这个时候, 闷声发财就显得特别重要了。 在暗处悄悄地积累实力, 静下心来等待天使的到来, 实现命运的突破。 四,有多少野心就修多少的德行。 有道是德不配位, 必有灾殃。 德行唯有跟位置相匹配, 这位置才不会被人抢走, 也不会给我们惹来过多的灾祸。 说得直白一点, 就是有多大的头, 戴多大的帽子。 有些人野心很大, 追求很多, 希望自己大富大贵, 那他们真的能实现心愿吗? 要看三点。 首先, 有没有碰到机会? 其次, 自己的能力是否可以把握这些机会? 第三, 自己的德行是否跟野心相匹配? 如果人们缺乏德行, 那他们就算拥有万贯的家产, 也守不住。 所谓创业难, 守业更难就是这个道理。 守业靠的, 不仅是能力, 还有德行。 有多少的德行, 就能守住多少的财富。 普通人, 唯有尽得修业, 才有改命的转机。 好了, 以上资料来自于网络, 那么分享就到这里, 天道酬勤, 要记得, 机会永远是给准备好的人, 祝福各位亲爱的朋友, 福气满满, 财气满满, 身体健康又逍遥, 下期见。